随着我国科技的迅猛发展,整个铁路系统日趋完善,可能很多人认为高铁是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,实际上并不是,它的全称叫做高速铁路,实际上是一种做过特殊要求的铁路干线,高铁在提升火车速度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风险。 有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疑问,高铁的速度那么快,要是在途中出现什么障碍物后该怎么办? 确实,铁路的相关人员已经早就想到了,针对可能的问题设计出了方案,原来每一辆高铁在正式运行前都会发出一辆具有碳路的小车,它的目的就是提前排除高铁上可能出现的障碍物,诸如石子和大型沙粒等东西。 当它确认没事后,高铁才会以极快的速度通行,除此之外,高铁上还有专门的预警系统,它可以提前很多观测到前方的路况问题,一旦发生什么意外, 它就可以通过某种渠道信息传递给猎射源处,后者便能及时的规划出解决方案,以上两种措施就可以有效避免了高铁轨道上出现路障的可能,同时又可以充分的保证行人的安全。 要知道,高铁就是以速度出名的,前方如果突然出现一大块石头,除了很难顺时停车外,车体自身还存在着极大的惯性,促使高铁向前冲,使得避不开火焕,所以真的挺佩服设计者的智慧的,对此,小伙伴们是怎么认为的呢? 好了,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喜欢我的可以关注点赞并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!